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频道 今天做的韭黄炒鸡蛋 韭黄和韭菜差不多 只不过叶子的颜色不一样 一个黄色,一个绿色 韭黄和韭菜是同一个植物 韭菜与阳光隔绝,无法阳光控给 不能进行光合作用 然后就变成黄色 所以我们叫它韭黄 韭黄切成段 打三只鸡蛋 放少许盐 加一勺水 然后搅拌均匀 放水可以让蛋更蓬松 更嫩滑 切两个蒜片 把锅烧热,倒入油 然后倒入鸡蛋液 热锅下油煎蛋会更香 用勺子推动鸡蛋 打散成鸡蛋花 韭黄炒鸡蛋好不好吃 关键在炒鸡蛋 爆炒过的鸡蛋松软香滑 炒鸡蛋 不见阳光,呈黄白色 营养价值聘不逊于韭菜 炒好的鸡蛋,装盘备用 炒鸡蛋 锅不用洗 继续放油 放用蒜片 爆香成黄色 然后倒入酒黄 韭菜和酒黄的气味还是有差别 酒黄炒出来有一丝清香的味道 放少许盐 放少许盐 炒酒黄一定要大火 快速翻炒 断生之后酒黄就不会出水 这样炒的酒黄脆嫩可口 炒至酒黄 放软 炒至酒黄 就可以倒入鸡蛋了 把炒好的鸡蛋 倒入锅中 继续翻炒 快速翻炒 这样炒出的鸡蛋和酒黄 常会嫩滑 脆口 火一定要大 装盘出锅 这个酒黄炒鸡蛋的家常做法 鸡蛋蓬松软滑 酒黄爽脆不出水 味道非常的好 如果您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点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